國安基金12日晚間突然決議要啟動護盤機制 果不其然隔一天台股早盤立刻上漲244點 開在14194點 股民們救命稻草來了 國安基金短短一天內態度180度大轉彎 啟動史上第八次護盤 就是因為12日盤容最低探置13928點 距離經典高點18619點 相差4691點 跌幅超過25% 外資甚至把台股當作ATM 股民信息也快跟著崩盤 國安基金只要宣布進場互盤 它不見得投入資金 因為這個宣示的一個效果 其實對於信心的一個提振度就會有的了 國際的一個利空消息都是很多 包括像大陸這個疫情好像再度再起 互盤政策法家灣 主要因為國安基金委員們認為台股 明明有強勁基本面 上半年上市會公司營收甚至超過19兆 不過台股上半年市值卻增發超過10兆 再加上美國即將公布6月份CPI 通膨疑慮加劇才決議進場 國安基金被托5000億銀彈 真能讓台股起死回生或只是昙花已現 半導體擴存調整這個問題 7月份升三馬的機會還是存在 外資這邊包括旗子跟現貨買超的一個動作 重要的一個觀察指標 就算國安基金進場振奮投資人信心 但是反彈關鍵 終究得看外資何時歸對 環宇時尾客觀察政策台北採訪報導 請訂閱按讚分享環宇新聞 YouTube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隨時掌握全球時事與最新趨勢 請訂閱按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